HELLO 大家好 我是瀚凱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即將在稍後9點半登場的全新地獄集 好 那這關卡 哇 真的是有一點點難喔 好 你看這個 一個關卡就帶有五種效果 天吶 超級崩壞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 這個全新的地獄集要怎麼通關 那麼在開始之前 請大家留下自己想要在直播中看到的通關隊伍 我們在稍後9點半 會為大家做直播 那目前看起來 秦始皇依然是最容易通關的一種隊伍啦 所以 我們應該會先從秦始皇開始試吧 那這次本身的成就是火 妖 以及四個以上的屬性 所以感覺是做球給... 琥珀嗎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獄集喔 從第一關開始喔 第一關最讓你洗技能有兩隻小怪的部分 然後會輪流的打你 會把你輪流的轉暗珠 那請注意 一個是轉直行暗珠 一個是轉橫行暗珠喔 所以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不過呢 他們攻擊都只有兩萬 如果你的隊伍是可以持續的擋下這個傷害 並且能夠回血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在第一關稍作的洗一下技能 然後第二關呢 是不能手效新珠 其實第二關你可以洗技能啦 而且傷害比第一關還要來低 只是你要注意不能手效到新珠 你就可以爽爽的去洗技能啦 然後第三關 就是要開始開一些特殊的技能了 比如說 你可以帶一些炸整版的 把這個風化珠給解決掉 然後才去直接的手轉高康 或者是 你就直接拼運氣 白費上如果沒有水珠的話 其他就不會風化你的水珠了 好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有帶直接加combo的話 我會建議你是在第四關的第一條血條這邊去開喔 因為這邊是必須要9康以上 然後再加中石盾 一般內武是沒有辦法那麼直接去轉到這麼高的combo數的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內武帶直接加combo的話 你建議是不要在第三關開啦 好 那第四關的第一條血條這邊開完加combo的時候 然後第二條血條 這邊最直接的解決方式 我目前歸納出來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你直接帶無視防禦力的 比如像大聖那一種 那邊就可以不用管石化珠直接轉 你只需要打到4500萬的一個傷害 第二種方式就是 你的隊伍本身是無視燃燒的 比如像秦始皇這種 你就可以花兩回合 或是你比較厲害的話 你就可以在 對 這個是三重喔 所以至少要花兩回合以上 去疊珠這種是可以 但是比較不建議 比較建議是你秦始皇隊直接開啟他的主動技能 他是可以幫你回復版面的 意思是他就可以把你的石化珠給轉掉 就沒有這種東西了 所以也是間接的去無視他的防禦力喔 雖然說 秦始皇本身隊長就自帶無視防禦力 但是只有雙隊長 只要打4000萬 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是比較難 但是秦始皇 你看他主動技能 在這一關比較急測的是 他是轉珠技無效 所以秦始皇那種可以幫你點出轉珠的技能 在這邊可能就沒有效 你還是要自己轉珠 但是其實沒差 因為秦始皇他就可以直接無視掉這個燃燒 所以其實這個燃燒技能 是扣緊到 你沒有辦法轉出這個珠子去實現的 比如說像是我們帶一些龐貝拉 那種我們就沒辦法 就轉出他固定版面 所以那種你沒辦法解決掉這種風化珠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轉珠 你又沒有辦法 又沒有辦法 克制這種燃燒鬼機的情況下 你就只能任命的乖乖帶一些無視防禦力 或是版面重置的 像是狂魔或是秦始皇這種主動技能 好那這邊的話 他是CD2 入場一定是CD2 所以無論你第一關是什麼時候帶走他 那你這邊第二關 這邊都有兩回合去做解決了 那我個人是覺得 嗯 一回合應該技能爆發開過去就可以了 好那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是98回合回復變靈 比較麻煩的是他有20%盾 所以在這裡的話 你等於是每 五回合都要扛住他17000的傷害 依然是你本身隊伍的減傷就夠 能夠擋住這個 或是你帶一些 比如說像水遊俠 就直接擋五回合的這種傷害 那在第二種方式就是 把這種技能給消除掉 所以建議大家在這邊是要帶一個 附加效果消除的主動技能 會是比較好解的喔 那這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左上 應該是在左上方的一個負面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開4個以上的效果 但比較不建議 因為之後王關 這個第六關接王關 都是需要爆發的一個階段喔 所以在這邊我會建議 是帶附加效果消除的一張卡片 好那第六關這邊是會建議大家 直接把這個技能擠掉 因為剛才是有附加效果開掉了嘛 所以這邊就是開4個以上的技能 你在這邊就可以開一些常駐增傷囉 那你可以發現到在王關就沒有 常駐增傷充製的 那你會發現到在第四關第一階段有 跟第六關的這邊有 附加效果消除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可以開上左上方 可以常駐增傷的來擠掉他的技能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三回合減攻 這個是自己放在自己的身上還是 敵方身上啦 那當然如果說他減攻搭配上越戰越強技能 那等於是你就是在那邊洗三回合的一個技能嘛 你就能夠扛住三萬四 你在這邊慢慢打就好了 反正你的傷害對他也不痛 然後到三回合之後 你再正式的帶走他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打法其實有非常多 也不一定要一進場就直接爆發全開 好啦 王關有兩階段喔 這個第一階段是 攻後回復率衰弱25% 就是越打你這個回復率就會越衰弱越多 最多是沒有辦法回血的一個情況 然後再來是中毒98加點燃盾 哇 終於出來了這種做球盾喔 就是那個之前官方說的做球 你必須要在點燃的狀態喔 注意不是控場 而是點燃 這個遊戲中點燃這個狀態 目前我想到的是火彈跟這個全新的藍寶石嘛 就是那種石頭卡片 剩下的大家可以幫我補充 當然火彈這個卡片是 大家可以輕鬆的在這個遺跡特許中拿到啦 所以這個就是一定要帶就是火彈 或是點燃系列的 好 那再來第二個階段是這個CDE 一盒禁錮然後引爆 所謂引爆木回復力歸零喔 這邊我只看得出來這個 呃 如果你不帶解鎖的話 這邊就是要注意木珠 所以你可以如果你能夠打他3萬的傷害的話 你在他的第一階段你就開個龍科 可以綠珠子的那一種 你直接把這個木珠給綠掉 或者是帶那種比如說秦皇的固定版面在這裡 然後你再帶那種妮可把他的版面繼承到第二回合 其實都可以 或者再更甚至就是你帶藍絲洛特 你直接整版暗珠進入到第二階段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解決掉這種他不會引爆木珠的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你就不用帶解鎖了 你就只需要擋著像他一回合的傷害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麼關卡非常複雜 這邊終於介紹完了喔 那這邊幫大家介紹一定要帶的卡片組 首先第一個 直接增加COMBO數的卡片 你要解決9COMBO以上的盾牌 第二個 你要能夠無視防禦力 或者是版面重置的主動技能 那第三個呢 你必須要解決掉 能夠持續的擋下 你要帶一個附加效果消除 然後再來是第三個 你一定要帶的是在王關這裡的點燃盾 有沒有發現到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四種不同的技能 你要解決了 所以基本上你隊員的四個位置 包含隊長的主動技能 你就要能夠解決以上盾牌的能力 才能挑戰這個地獄級 所以這個地獄級我覺得難度是有的 就是介於地獄級之上 我覺得比地獄級 普通的地獄級難一點 然後到夢魘級的之下的那種難度 所以這個本週精彩了 我很興奮 所以大家等一下9點半 我們約好了一起來挑戰吧 那我會提供給大家更多的通關隊伍 讓大家去通關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跟大家講嘛 這個做球 欸是不是給琥珀 好像是這樣的喔 因為你看 琥珀的話 高康盾 有沒有 我們直接開它主動技能就可以解了 那再來 這個 有沒有 石化珠 那個 琥珀的主動技能 是不是直接無視防禦力啊 如果不是的話 直接帶一個 敵方防禦力減至0的妖精 就可以了欸 所以在這裡的話 其實琥珀好像也是可以解的 然後再來是20%盾 哇 直接回血 它是 直接靠那個屬性出來回血 它不是靠回復力的 所以這邊琥珀又Carry起來了 有沒有 然後再來 琥珀這個 對 它就是要爆發 要打2億 但是對於 琥珀來講 2億不是問題啊 然後再來 來到王關喔 哇 這個就是 7000萬 7000萬這邊 其實我們就慢慢的磨過去 你知道它 琥珀直傷一下是4000萬嘛 那兩下就直接帶走了喔 所以在這邊其實 沒有問題 然後還有第二條血條 你只要 照我剛才講的 把那個木珠給濾掉 其實第二條血條就過了 所以我覺得琥珀是不是特別容易通關這一次的地獄集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成就可能可以用 琥珀來解喔 等一下我們 9點半就知道了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按下你的地獄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幫我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是阿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